历史上记下一个血泪历史之前法国的恐怖攻击 现在的最新进展是法国准备好要正面迎击对抗伊斯兰国 法国总统欧兰德在14号亲自登上航空母舰戴高乐号 需时将要出动航母和战机来扩大轰炸伊斯兰国 而同时呢在法国境内警方发这个来追查恐怖攻击的嫌犯 此反在藏匿的这个武器的小屋内查出了第四名的共犯身份 目前他已经逃往叙利亚 法国犹太超商上星期遭到恐攻枪手挟持 惊人的内部画面终于曝光 监视器拍摄当时现场已经有四名人质死亡 其他人怕得要命枪手任何要求只能照做 店内另一个角落人质们急在走道上满脸惊慌 媒体取得命悬一线的画面震惊全世界 据传当时又有一名嫌犯逃走 如今身份也曝了光 他负责载运枪手把风警方正在追查他的行踪 另外法国也严厉扫荡各种煽动仇恨的言论 陆续逮捕54人引发文字语的争议 为了反击伊斯兰国势力 法国派出戴冈勒号航空母舰 扩大规模轰炸恐怖分子 总统欧兰德宣布将和美国联军合作 甚至投入伊拉克任务 打赢这场反恐战争 记者综合